嬰幼儿斜颈胃教 当你看到孩子有以下症状 例如头习惯转向某一边或颈向某一边 脸部五官不对称 头形歪斜 甚至在颈部发现有肌肉硬块时 请寻找医师及专业物理治疗师评估并治疗 以下为物理治疗方式参考 第一个是被动迁拉运动 以右侧斜颈为例 孩子的头喜欢向左转向右倒 所以迁拉的时候先把头转正再往左侧倾 一次十秒重复十次一天两回 吸爆方式示范 以右侧斜颈为例 孩子的头喜欢向右倒 吸爆时把孩子的头往左边带并利用手肘固定 第二种吸爆方式 以右侧斜颈为例 孩子的头喜欢转向左边 将孩子实力抱在左胸前 并在右侧给予吸引 若有疑问请咨询专业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费量